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些会众聚集可慕 他们立志就是要遵行 要考究 我们今天在这个场合 我们如果有五百个弟兄姐妹 我也想到耶稣复活的现证人有五百个 感谢主 今天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 2021年的这个时候 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主 让我们也成为上帝在历史当中 他一直不断地会兴起他的子民 而他的话语发出 那一些愿意听 愿意相信 愿意顺服地 就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子民 在今天我们这一堂开始之前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再将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主 亲爱的主 我为在现场更是更多的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线上感恩 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主啊 今天我们为着教会 我们思想 我们寻求教会的觉醒与重整 主啊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教会的主 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我们就是教会 需要觉醒的就是我们 需要重整的就是我们 主啊 愿你自己的话语发出 只有你能够让我们觉醒 也只有你能够让我们重整 而且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形象 求主带领我们这一堂的时间 也带领我们整个的大会 每一天 主让每一个可目寻求你的 都寻见 让我们有聆听的耳 受教的心 你的话语发出 绝不突然返回 在我们当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这一堂是神学反思 我们大会的设计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有一卷旧约 有一卷新约 然后我们借着神学反思 在这个主题上头 将整本圣经的主题 重要的信息给它整理出来 晚上还有培灵 所以我们连续这三天 在下午这个时候呢 我就是带领来做神学反思 那神学反思呢 其实就有好多东西 要给它整合起来 我觉得我们的时间也有限 我的能力也有限 但是我相信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整合一切的主 万有都要在他里面合一 所以当我们 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 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 此刻他化为 在圣灵中成为上帝的话语 此刻他也成为我们的形象 教会就是他的身体 今天呢我也在思想说 用哪一个主题 来把这一个 用哪一个角度 来把这个整个大会的主题 给它呈现出来 我就用见证中经历阻碍 我等一下会做说明 然后我也选了一段经文 来作为今天这一堂的 这几天的信息经文 我选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节 大家非常熟悉的 但是上帝的话语永远不会成就 每次当我们用 用投入的心 去读上帝话语的时候 他的话总是生命 他的话总是有亮光 我来带大家读这一段经文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大招饥荒 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充击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 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毒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我们用这一段经文来讲 教会的觉醒和重整 当我思想圣经里面的 觉醒的主题 我就想到了这一位浪子 他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觉醒 他从落魄到要死 重新回到 一个尊贵儿子的身份 他是经过觉醒的 他的觉醒的几个关键词 就在今天经文 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的 在他最落魄的时候 当他这个犹太人去养猪 然后猪吃的都比他饱的时候 他真的快要饿死了 走投无路 他醒悟过来 这是中文的翻译 他醒悟过来 他就说我要起来 然后他把自己重新定位 我本来是父亲的儿子 但从今以后 我不要做他的儿子都可以 我就做他的故宫 我群演做他的故宫 我的父亲是一个好父亲 于是起来 他采取行动 然后他就觉醒过来了 然后他的人生就重整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经文 可以作为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 教会的觉醒与重整 弟兄姐妹 我们的教会现在情况如何 我们需不需要觉醒 我们如果觉得 我们还不错啊 那可能就是还没觉醒 我们要必须像 这一个浪子 他已经走投无路 他觉得自己污秽肮脏 自己快活不下去了 他就真正地醒悟 我们评价我们教会 大概我们就是看外表 我们人数不错啊 我们教会还有在增长啊 我们台湾的教会 从2%现在到5%啦 我们的教会 每个教会情况不同啊 自己教会不好 我们也看到有 那些很兴旺 人数很多的教会啊 是不是这样子就好了 上帝是这样看吗 今天我们要 让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觉醒 我们看看这个浪子的觉醒 他原文是这样 A is how tongue a tongue A is how tongue a tongue A is 进入 How tongue 他自己 A is tongue 他就走 所以他醒悟过来 原文就是什么 他进入他自己 他进入他自己 我们用这一张图 这是15世纪末 德国画家杜尔 他的一幅版画 画的就是浪子回头 你看这一幅图里面 这个浪子 他周围围的都是猪 那这个浪子应该是犹太人 他就忍受了 他喂猪 然后肚子又饿 可是这幅画里面 他的眼睛不在看猪 他的手也不是在喂猪 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了 他望向远方 那个远方就是他自己的身份 这个身份他似乎已经失落了 经文讲说他进入他自己 中文翻译他醒悟过来 他进入他自己 就是他要回到他应该有的身份 所以我这边用浪子回头的故事 给觉醒下一个定义 意思就是 我们放下我们手边的事 我们常常就像这个养猪的浪子一样 我们忙得很 把猪养肥了 自己都快饿死了 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我们都没有想想我们自己是谁 但是这一刻 他放下了手边的事 或许我们这几天 放下手边的事 参加我们这个眼睛陪灵会 这是一个我们觉醒的时刻 然后我们要反思 反思自己的时然与阴然 想想我今天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这是时然 想想我们教会的情况 想想我自己人生的情况 这个是时然 但是这个浪子 他也想到他的阴然 这个是他望向远方 他想到了他的家 想到了他的父亲 那慈爱的父亲 想到了家里面的丰富 想到父亲对他的爱 想到他是这一位尊贵父亲的儿子 这是他的阴然 这是他的身份 他怎么把自己搞到 现在这个时然 这么可怜 反思就是要对照 想一想 这是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是不是应该有的样子 这样还不够 真正的反思 要带出行动 不然只不过是回忆 妄想 幻想 真正的觉醒 是看清楚了 我的时然跟阴然的差距 然后我要起来 投身于阴然的时限 我要投身 我采取行动 这样才是觉醒 而我们看到这个浪子 是不是 他 醒悟过来 他告诉自己 我要起来 我从今以后 我要用什么样的身份 我要回去 回到我那个身份 我先放弃我做儿子的 这种过去的身份 我情愿做故宫 但是我要跟我的父亲建立 回复那个关系 然后 他真的就起身了 最后呢 就是美好的结局 我们刚刚读的 这个父亲给他的丰盛 这父亲依然爱他 父亲远远就 在等着他 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 这父亲跑过去 抱着他亲嘴 那个养猪得多臭啊 那父亲就是爱他 弟兄姐妹 今天 我们要来思想 我们的身份的失落 和我们的觉醒 这是今天 今天我要讲的 我们身份的失落 我们要反省 我们的觉醒 恢复这个身份 那我这三天 我先预告一下 这三天的主题是 见证中经历主爱 那今天呢 就是回到这个 领受主爱的身份 所以今天 我们要讲 我们的身份是 三一上帝的教会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 觉醒要看见 自己的失落 其实这个浪子 他从什么时候 就失落了 他不是到那个养猪 猪堆当中 猪群当中 他才失落 他其实从他在父家 他的心远离他的父亲 他就已经开始失落了 是不是 那他什么时候开始 觉醒 而最后能够重整 就在他下决心 起来行动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 恢复那被父亲 所爱的身份了 所以 其实我们今天 教会的光景 不是在于我们 到什么样的地位了 而是我们的方向 今天一个大的教会 它可能已经失落了 它其实是走向 那个猪圈的方向 今天可能只是 几个人的教会 但是他们向着主 他们是上帝所爱的儿子 关键不在地位 不在现在的那个 外在的数量 而是你跟主的关系 是远离 还是回转 所以 觉醒我们叫 看见自己的失落 当我们转离我们的主 本来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会变成堕落的子民 像旧约里面所形容的 其实新约跟旧约 是相连的 我们这次会讲旧约 会讲新约 旧约也是上帝的子民 新约也是上帝的子民 旧约的上帝的子民的失落 新约的教会 也是会失落的 除非我们回转 旧约的故事都是 当我们今天来学习的 所以旧约很重要 因为旧约内容 非常地丰富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座位 从旧约 上帝把以色列带出来 上帝就称以色列人 是他的子民 但是以色列人 却变成堕落的子民 第二个 我们转离主的话 教会变成受罪的身体 当我们回转的时候 我等一下会讲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可是如果我们转离了主 我们就变成受罪的身体 我们转离主 圣灵就会转离教会 等一下会讲 第二部分就 我们要觉醒 转回主所赐我们的身份 就是那个浪子 他已经用信心的眼睛看到 他可以恢复跟他父亲的关系 当他谦卑 他也知道那位慈爱的父亲 会接纳他 会至少给他一个雇工的工作 然后关系恢复 他知道他回去 可以被这个父亲接纳 虽然他依然忐忑不安 我们现在也是要回转 回转主所赐给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身份 在我的讲义当中 我在这边 后来选择把它倒过来 跟刚刚吴牧师讲的那个 开 就是交叉 这样子下来 我们这样回去 所以我就选择先讲圣灵 我们转向主 圣灵就带来团契 连结 爱里面的关系 第二转向主 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 教会变成基督的身体 我们转向主 我们就成为天父的子民 好 所以第一个 转离主教会 我们会变成堕落的子民 首先警告教会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一节 如果可以跟我一起念 请 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知子 也必不爱惜你 这是对犹太人讲的 还是对教会讲的 是对教会讲的 一样的 都是上帝的子民 但是如果我们转离了 上帝不爱惜原来的 以色列人这个知子 也不会爱惜 我们这个新知子 除非我们连在葡萄树上 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子民 具体的成形 成为一个子民 成为上帝的以色列国 其实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在西乃山下头立约 但是很快地他们就败坏了 转离主 教会就变成堕落的子民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以色列人的第一个败坏是什么 这是败金牛犊 经文说 诸勒一支牛犊 用雕刻的器具做成 他们就说 以色列啊 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上帝 他们才刚刚被这一位 大能的耶和华上帝 带他们用石灾压制埃及人 带他们过红海 把他们带到西乃山 来立约成为上帝的子民 才刚立约而已 他们就搞出个金牛犊 而且说 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上帝 这是我们人性的堕落 我们希望看得见的 我们摸得到的 那些尊贵 有价值的 当摩西去到山上 以色列人看不到的时候 就开始慌了 又回到他们以前看到的那些习俗 就是要弄一个有形的金牛犊 今天的教会 我们应该是上帝的子民 可是我们是否变成 拜金牛犊的以色列呢 金牛犊 金牛犊显在哪里 会不会是这个 哇 超级大的教堂 你们或许有人认得这个教堂 但重点不是哪一个教堂 也不是说这个教堂里面的人 都在拜金牛犊 但是如果你我追求的是这些东西 不是说这个教会的牧师 或者信徒就拜金牛犊 我不能判断他们 我只能判断我自己 我会不会是藏着这种 我也要我的教会是这么的富力堂皇 这代表的是很多的人数 这代表的是很多的奉献 我在说我们不能判断任何一个教会 重点不是哪一个教会 是我们自己的心 上帝知道我们是不是在拜金牛犊了 我们要得着世界上看得到的权势 金银 教会的堕落 岂止拜金呢 我们也可能在追求名望 我们有的时候 是跟人家吵得要死 为了一些字句之真 真的而脸红脖子出 其实在乎的是什么 面子问题 我们看教会历史 许多的教育争吵 根本是面子问题 我们追的是名 会不会 其实那个金牛犊可能是名 也可能是我们的某种生活方式 我们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东西 但是我就抓得不放 我一定要有这个 没有这个 我觉得我的生活太可怜了 小确幸抓在手中 小小的金牛犊 但是在你心中的重要性 上帝就是不可以把这个拿走 以色列人从拜金牛犊开始 就是一连串的 从上帝子民的身份 堕落的故事 今天难道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会不会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 今天我们要觉醒啊 不然我们是往那个猪圈走去 我们如果转离主 教会会变成受罪的身体 那我这个都对应的 等一下讲的正面的 教会应该是基督的身体 但是我们如果转离主 我们这个身体 不是彰显基督的荣耀 反而是 我们是显出罪来 而且在罪里面被腐蚀 而且受刑罚 格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我觉得很特别 但是我们很多教会 临主餐的时候 就不念这一句 我来念给大家听 因为人吃喝落不分辨 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最后这一句 你们念 临主餐的时候会被读 我们教会就 读到二十九节 第三十节就不读了 怕弟兄你们被吓到 临主餐这么严重的 如果乱吃的话 在你们中间 就会变成有软弱的 还有患病的 还会有死的 意思说生餐不能乱吃的 吃了可能反而生病 真的这么恐怖吗 经文就是这个意思 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们来跟这位神圣的主 这样子来亲近 我们却不真心地认罪悔改 那你就吃喝自己的罪 罪上加罪 你跟神圣的上帝碰在一起 你是罪人 跟上帝的神圣碰在一起 当然是惨了 所以我们领圣餐 其实是一个 很恐怖的时刻不是吗 你如果你接近高压电 你会不会很小心 你会不会都统统预备好 我们来领圣餐 就是来接近比高压电 还要高的能量 是如烈火般的上帝 我们却随便 我们的心不在主的身上 基督是诚然担当了我们的罪 如果我们离了主呢 他还能担我们的罪吗 那就自己担了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 平常我们说群体 教会是个群体 世界上有很多群体 我们离了主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 一群人而已 一群人的罪恶 有时候比个别的人 还要严重 还要可怕 教会合起来犯着罪 可以比个别的基督犯着罪 还要严重 如果教会不警醒 向着主 他可能变成是一群恶人 互相在那里争权夺利 可能没什么利 但是争民 争权 拉帮结派 要面子 人类社会当中的丑恶 在教会里面 不会少的 如果没有主的话 教会这一群 恐怕耶稣要 再来世界上骂人的话 骂教会会比较优先 因为耶稣骂得最凶的 就是法利赛人 那谁比较会是法利赛人 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当然是基督徒 然后是信徒还是牧师 当然是牧师 比较可能变成法利赛徒 法利赛人 尤其是神学院的老师 最危险 是不是 关键就在向着主 还是远离主 你知道这一切 却远离主 你当然就是 法利赛人的味道很浓 你知道越多 法利赛人知道很多 关于上帝的事 但他的方向不是向着主 他求的是自己的荣耀 他是远离主 今天 我们在教会越久 我们越要警醒 我们是不是向着主 那一念之差 你方向一反 离开主 那个臭的味道就出来 那法利赛人的味道就会出来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这个基督的身体能看吗 如果我们不向着主 这个教会堕落到很可怕的地步 教会历史让我们看到 太多堕落的教会的事情 今天就不会有吗 我们要警醒 希伯来书这样警告我们 我念给大家听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常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 绝无来是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 重新定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结果呢 必被废弃 尽于咒诅 结局就是焚烧 圣经的话 明明地警戒我们 在这个时候 你千万不要带进来说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这样的神学思想 想说可以跳过去 那你怎么知道你得救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如果是真理 我也不否定 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只有在此刻选择 转向主 这就是你现在可以做的 奥秘的事情 关于未来 我最后最终得不得救 那是上帝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在主里头 那就是我的确据了 可是今天如果不在主里头呢 赶快悔改啊 没有别的路啊 不会因为你受尽 然后你可以 你曾经信过主 我有名字在教会的名册上 我就可以 有把握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受洗的都是真的得救吗 也不一定 只有此刻 就是现在 转向主 你现在转向主 就算过去的失败 罪恶都变成 上帝恩典的彰显 就在一个转念而已 像浪子回头一样 我醒悟过来 我要觉醒 我是上帝的子民 我是基督的身体 第三个 转离主 圣灵就转离教会 圣灵 祂不都是来 给我们觉得温暖 爱 医治 圣灵 耶稣介绍圣灵的时候 就先说 圣灵来就是 要叫人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祂来的时候 叫写明真相的 如果我们不回转 归向上帝 这写明出来 就是把我们的丑陋 罪恶 软弱 显出来 圣灵会责备 圣灵会管教 圣灵会惩治 圣灵还会认凭 所以在五章九到十节 这件事情 是我们的警惕 彼得 对亚拿尼亚的妻子说 你们为什么 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移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妇人立刻扑倒在 彼得脚前 断了气 这是圣灵大大运行的教会 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有人去冒犯这一位圣灵 是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倒闭在上帝面前 圣灵会做这样的事 这一对夫妇其实 在我们的眼中看起来不错 他把田产家业都卖了 只是留下可能 比如说十分之一 我们平常十分之一 奉献 他只是留下十分之一 他十分之九都给教会 只是他在教会讲说 我也是把所有的田产家业 都卖了都捐给教会了 七哄圣灵 讲话不实在 打了折扣 这样子就倒闭 那我们教会是不是要死一半 上帝怜悯我们 他没有出手 他要出手那也是正义的 上帝选择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但我们的上帝 你如果心不是向着他 那你就是来招圣灵的责备 管教 惩治 其实最可怕的是任凭 最可怕的是任凭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 扰乱他 这本来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君王 圣灵离开他了 邪灵上来了 死得很悲惨 大卫就很警醒地祷告 他自己犯罪了 但是他赶快来悔改 他就呼求上帝说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他也知道 如果上帝的灵从他身上被收回去的话 那他的结局 大概也跟扫罗一样 所以他赶快来悔改 来求上帝的赦免 我们也应该如此 赶快回头吧 我们没有第二条路 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今天觉醒 说我们的方向 我们没有对准上帝 我们是在偏行几路 我们就是照惯性 我们照我们的传统 我们在追求的是 像那个教会 其实我们不是在追求 主圣灵会知道的 他也会警戒我们 但是如果他一直警戒 我们都不警醒回转 那最后就被任凭 看起来好像做得不错 但是审判的日子终会来到的 而大的层面 大范围 上帝也是这样做 一个整个国家的教会 如果堕落 圣灵就离开了 以西节的故事 以西节看到的就是 上帝的荣光 我们或许说那就是圣灵 让上帝的荣光 在圣殿中彰显 但是这个荣光 就渐渐渐渐地 从圣殿推出去了 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教会 现在上帝的同在 跟十年前比起来 我们教会现在可能成长了 但是跟我们当初创立的时候 那一种圣灵的同在 比起来如何 我们是更让圣灵 在我们当中做主 还是我们越来越多自己 把圣灵给挤出去了 圣灵没有出手管教 但是任平有的时候 比管教还可怕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我们要谈 教会的决心 让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食然吧 让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那个方向对不对 不是境界 不是外面的状况 而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主 还是其实向着自己 然后追求自己要的东西 把别的东西当神 我们渐渐地远离主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觉醒 我们就要回转 回转 觉醒就是要转回到 天父所给的身份 回转不是我们自己 来设定一个方向 回转不是我们来认为说 一个理想的教会 是什么样的样式 回转 只能回转到上帝的心意 如果我们今天要回转 我们心里面的想象 不是说像哪一个教会 或像哪一种运动 所呈现出来的 我们是要回转 作为上帝的教会 就像浪子回去 他就是做他父亲的孩子 如果父亲要他做故宫 他甘愿 父亲要我做什么都好 我就是要我的父亲 看父亲要我做什么 当他有这样的心的时候 父亲给他儿子的身份 今天我们也是如此 让我们回转 到天父给我们的身份 所以我们的严金赔灵 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些教会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你会参加这样的聚会 因为你看中上帝的心意 不读圣经 你怎么样能够知道 上帝的心意 你如果看异象 你看得准吗 耶稣介绍这位圣灵 是真理的圣灵 耶稣介绍这位圣灵 是要叫门徒们 因着圣灵 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 所以圣灵是为主耶稣基督 做见证的 那耶稣的见证写在哪里 写在圣经里 旧约为耶稣做见证 新约为耶稣做见证 这些使徒把头砍了 他们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他们所传下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圣灵就是要借着这些见证 今天在对我们说话 那如果你不读圣经 我不敢说你完全没有圣灵 只是圣灵也蛮头痛的 祂要跟你说话 你老是听错 因为你没有圣经 你看到一只老鹰的异象 什么意思 老鹰抓小鸡好恐怖 但是我们读了圣经就知道 这如鹰斩翅上腾 那圣灵要鼓励你 你已经下得要命 因为你圣经不熟 圣灵很难跟你说话 所以今天我们要 教会要回转 觉醒 然后回转 成为阴然 是要看上帝跟我们说什么话 然后上帝说的话 已经写在圣经里面 然后借着圣灵 把圣经的话 今天活泼地说在我们这个场合 就像我们言经裴灵会 你们有的圣经读得已经很熟了 为什么还愿意听不同的讲员 看圣灵借着他要在这个时刻说什么话 重要不是我们哪一个讲员 重要的是上帝要说话 今天你不要管这一个讲员 他学历如何 今天如果我们心不向着上帝 我们不能够为上帝说话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同工们一起很认真的祷告 为这一堂聚会祷告 是要上帝自己在这里说话 所以我们回转 回转到圣经里面所说的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教会是什么 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不是看我们的 我生下来长什么样子 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的 我是一个在怎么样的关系当中长大的 我是谁 谭国财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我所有的关系的总和 对不对 不然也可以有另外一个人叫谭国财 我的双胞胎我给他们取名字 一个叫谭上语 一个叫谭诗语 当初如果换过来取 他们现在活个二十几年 他们那个名字的含义全部都变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是个怎样的人 是由我们所有的关系合起来所决定的 那关系有轻有重 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最重要的关系就是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决定我们是谁 决定教会是什么 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那我们的上帝是三一上帝 所以我们就从圣父圣子圣灵 我们再回到圣经的真理 来定位我们的教会 成为我们的追求 成为我们觉醒之后要奔跑的方向 成为我们心中的渴慕 那第一个转向主圣灵就带来团契 教会是圣灵的团契 团契是什么意思 圣经的和尔本翻成香蕉 Coinonia是希腊文 然后神学里面有个词来形容这个Coinonia 是几个世纪之后 要讲三位一体的时候 很关键的就是Perichoresis 互胜互存 我读了半年我最后觉得 那其实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在讲的 我在你里面 你在我里面 然后我们教会就在基督里面 然后基督在天父里面 所以我们也在天父里面 就是在里面来里面去这样子 其实就是Perichoresis 就是团契 那对于我们人来讲 其实最关键的不是 我这个身体在你 没办法嘛 我们是有身体的 关键不是在身体 其实是在我们的爱 然后在爱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同理心 我希望别人怎么带我 我就怎么样带别人 耶稣其实讲到爱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所讲的同理心 那我觉得我们人 这样的上帝创造的受造物 它让我们可以有同理心 进入到别人的心思意念 然后耶稣基督成为人 使我们用同理心 进到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 我们就进到主里面去了 然后耶稣基督是神的道 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进到上帝里头 但这一切是圣灵在做的 约翰一书一章第三节 我们一起读 请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 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与他儿子 耶稣基督相交的 这是约翰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我们传这个道 就是要建立团契 就是使你们与我们团契 然后我们是与 耶稣基督和天父团契的 意思就是说 你们信了我们所传的道 我们就一起团契 在属上帝的生命里头 所以教会是圣灵里面的团契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能够领受圣灵 使我们可以被带进到这个团契里头 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受圣灵呢 其实也就是一个心之所向 以信心和顺服转向主的 你就领受圣灵 然后当我们讲圣灵的时候 是特别讲到 在我们里面的上帝 可以使我们有经验的上帝 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 上帝也是道成肉身的耶稣 但是上帝也是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使我们可以在里面来经历上帝 所以圣灵是在我们里面的上帝 罗马书五章五节我们一起读情 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所以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领受上帝的爱 我们也会爱上帝 然后不但有爱 而且圣灵使我们得到一切恩赐 包括见证的能力 圣灵就是上帝自己 但是却给在我里面 也给在教会中间 使我们在这里能够 因着爱彼此团契 还能够一起做见证 所以《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点点点做我的见证 圣灵来使我们领受爱 又能够做见证 这两个会是我这三天的主题 我们在见证中经历主爱 圣灵来使我们得着主的爱 把我们带进到那个爱的关系里 但是转生我们就可以成为上帝的见证 我们向着上帝领受他的爱 是亲子的关系 但我们一转生 我们就成为能够为上帝做见证的人 因着圣灵 所以圣灵是团契 他就是来连结我们的 圣灵把我们以基督联合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进入属天的团契 圣灵也把我们彼此连结 所以有一位神学家 他形容圣灵就是 用英文讲叫做in between God in dash between God 就是在两者之间连结的那一位上帝 所以当你要思想圣灵的时候 你想父与子是在圣灵当中合一 然后基督跟我们 我们信主的时候 圣灵使我们加入到基督的身体 我们跟基督合一 然后我们因着基督 在圣灵里面跟天父合一 就进到这个团契来了 所以以下的这几节重要的经文 我是要跟弟兄姐妹讲说 请你肯定你是有圣灵的 不要再被有些教会讲说 你没有说那个 所以那个舌头的音 所以你没有圣灵 我最近还在跟我们一个 刚信主的姐妹 就跟她讲半天 因为就有一个教会的 跑来跟她这样讲 弄得她一愣一愣的 请你确信你是有圣灵的 这几节重要的经文我们看 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 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儿子的心原文是儿子的灵 就是圣灵 是耶稣作为上帝儿子的那个灵 在耶稣身上的灵就是圣灵 因为圣灵 我们领受了 我们就可以呼叫阿爸父 反过来没有圣灵 你很难呼叫阿爸父的 如果没有圣灵 你叫一个新信主人 祷告慈爱天父 他讲三次 他就觉得很怪 他不会 这个关系建立不起来的 但是你可不可以呼叫阿爸父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 你仰望天的时候 你觉得你是跟天父在沟通 那你当然就是有圣灵啊 下一句 你们既为儿子 上帝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心 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一样的意思 你能够祷告阿爸天父 而且祷告得还会有感动 有时候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这是我有过的经验 那就是你有圣灵 那你说我没有说方言 方言就是圣灵 照他的意思要给谁就谁 那是恩赐之一 但是当然是好的恩赐 我们也可以追求 后面这句很重要 我们一起读起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那你承不承认 你是不是从心里面承认耶稣是主 你是 那如果不是圣灵感动 你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 那这样你有没有圣灵 当然是有圣灵 圣灵使我们能够承认耶稣是主 圣灵使我们能够呼叫阿爸天父 我们就被带进到这个属天的团契了 这就是教会的根本 当我们回转归向上帝 他就把他的圣灵赏赐我们 现在我相信大家都有圣灵 那我们再求更丰盛的圣灵 就是我们的生活 根本就是圣灵在那里运行 我们的思想意念是 圣灵在带领我们 让我们再追求他 我们的方向还是向着他 说主啊 愿你的圣灵充满我 愿教会都显出的是圣灵的工作 那么起码 在我们开执事会 长执会的时候 让我们每一位 都是遵从这一位圣灵 他在掌权 他在引导 他在连结 他把我们的心意 跟主的心意连结 第二个 转向主 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 教会要回到我们的阴然 那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是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这个意思是 教会是基督在世上 有形的见证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请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 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 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身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 显明出来 这是保罗的境界 保罗的境界就是 我活着 是让基督在我里面活出来 我有时候几乎是 好像要死 但是耶稣的生命 是复活大人的生命 他在我里面彰显出来 下一句也是 保罗的生活的境界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所以对保罗来讲 他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是一个非常具象的说法 耶稣已经升天了 他连身体都带上去了 是不是 那今天耶稣怎么样 在这个世界上 继续像他在世上一样 说话 行事 把他的爱展现出来 把他的能力展现出来 就是借着教会 教会就是他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让基督身体 就是我们显出 他的舍己大爱来 哥罗叙书一章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 道觉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们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我们读这一句 会觉得很奇怪 保罗 你怎么会 好像你代替耶稣来受苦 耶稣受的苦还不够 还有一些缺陷吗 我觉得不需要这样解 而是说 在历史终了之前 耶稣再来之前 其实耶稣基督 还是跟世人一起受苦 只是那个苦的具体的承受 是教会在承受 教会承受 但是因为我们是 以基督的心为心 是基督跟我们一起 在继续承担这世界的苦难 所以他才会说 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今天我们若是向着主 顺服主 我们受的苦 都算主的苦 即使我们是生病 就是世间 我们生老病死 会有的苦 都算是基督的苦 我们的苦 就算是基督的苦 但是如果我们 与主的死认同 我们也会与他的复活认同 这是保罗 在以弗所书 一章二十节 这边所宣告的 就是照着 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是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有能的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军事的 连来事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扶在他脚下 使他为教会 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的 这边是讲到 耶稣基督复活的权能 今天我们若转向主 我们借着圣灵跟基督合一 我们就成为 基督复活大能的彰显 我们的祷告 是带着能力的 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我们会看到病得医治 看到鬼被赶出去 看到罪人悔改 因着我们所彰显出来的 耶稣基督 上帝在使用我们 最后我们要恢复成为 天父的子民 天父子民 意思是什么呢 是上帝所特选的产业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带大家读全部 但是你注意看黄字 就要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这是以色列人 第一次跟上帝立约的时候 上帝就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们是我特别的子民 那个子民其实原文是宝贝 是君王的宝藏 是上帝的财产 所以有时候翻成产业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但是你们是特别的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回转向主 我们就成为上帝特别宝贝的英群 然后天父的子民 当然遵循主的命令 十九节 这是以西节书十一章 十九到二十节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 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所以从旧约到新约 都是这个约了 你们做我的子民 我做你们的上帝 约的内容没有变 就是这个约 然后这个约的含义就是 要谨守遵行上帝的律令 你刚刚看前面 是不是也是讲第五节 如今你们 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可以做我的子民 所以做上帝的子民 就是要来遵行上帝的命令 所以耶稣很清楚地讲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 不能都进上帝的国 你不算上帝的子民 除非你是遵行上帝的旨意 才能够进去 所以让我们回到上帝子民的那个最根本 就是上帝宝贝我们 但是我们相信他 我们爱他 我们顺服他 爱他就来遵行他的命令 最后呢 天父的子民要彰显出他的美德来 我们一起读最后一节经文 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照你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到彼得前书 就把从 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 上帝的心意都讲出来了 上帝选我们这些子民 是要把他自己的美德彰显出来 我们就是要做见证 我们这一群子民 就是要成为上帝的见证 所以感谢主 我们是上帝的教会 我们被他宝贝 他用圣灵充满我们 要把基督的心放在我们身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活出基督 然后我们成为上帝 见证他荣耀美德的子民 这是我们的觉醒 我们回转到上帝的心意来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今天让我们 众弟兄姐妹 无论在现场 在线上 我们的心向着你 我们想要听你的话 我们想要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 我们追求教会的觉醒 就从我们这个人开始吧 主啊 原来我们是 你赏赐圣灵的孩子 我们跟基督连结 在世上活出基督 我们一起要成为上帝 你彰显美德见证的子民 主求你的圣灵继续做工 使我们用信心顺服 领受你的话语 能够成为真正觉醒 又被重整的教会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